现在的检调单位来讲 看起来非常的凶和 今天编分四十三路 刚刚讲去查这个所谓的危机小省 另外刚刚讲的 去查林医庆 他说那个多数差 进到立法院 然后就听到 咔咔咔的皮鞋声音 然后就直接进 然后在完全大家无声无息的时候 说我是南姐来的 还冲错楼层 冲到别的楼层去了 对不对 这个现在表示大家都动起来 可是我今天提醒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吴宗献今天上午 跟我亲口讲的 我跟宇轩两个刚才访问的时候 他当然清楚嘛 他高层在泄密 他不是基层检察官 基层检察官非常辛苦 你刚刚讲到南检 现在各方都在PK嘛 大家在那边PK机嘛 所以我跟你保证 柯文哲这个礼拜保证收押掉 真的假的 如果不收押掉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北检检察长就挂了嘛 就没有未来了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郑文菜 那两张精彩的照片嘛 我把那张照片照一下 那个郑文菜那两张大照片 在门口 他在郑文菜家的门口 出现两张大照片 我也问了这个 我问了今天 就是刚刚那个 对对对 我今天早上问了中线委员嘛 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说调查局或检调 没有能力拍这种照片 这个不是检调证据 这是有心人在干 那我就问了 那有心人要监控 每天监控郑文菜 这个时间要多久 他最少一年以上 有人专门监控 有人专门在监控郑文菜 政治斗争一年以上的时间 长期在监控 把所有郑文菜 他们家出入来往的人的相片 全部收集起来 跟88会馆一样 然后再来整理做政治斗争用 然后这个时间点 不应该出现照片时间点 把吴东静丢出来了 因为吴东静现在是个倒霉鬼 是个黑货 然后倒霉鬼跟黑货 又跟倒霉鬼的郑文菜在一起 为了什么 为了所谓的 这个新光金融的合并之争